大家好,我是家閣青衣的Vivka 今年第四季即將收到白居業資格 恭喜你們 是不是想買925的單位? 我都知道要找做足九成按揭 25年年期的屋居屋真的很難 Let's go! 讓我為你們介紹青衣唯一符合條件的青進院 青進院在2017年落成 仍未過政府的擔保年期 所以對入息的要求沒那麼高 真正輕鬆買樓 屋苑有465個,分兩座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看看屋苑的環境吧 青進院是房委會合格的居屋 所以如果要買的話 就要向房委會申請一張可供購證 費用是770元,有效期一年 青進院樓齡比較新 樓下也有很多交通配套去港九新街 如果你趕到上班的話,下站就篩水 非常快就回到公司了 屋苑的旁邊就是長青商場 有藥房、便利店、酒樓 樓下還有一個街市 雖然不算大,但配套都算齊全 屋苑的對面還有一個美景商場 下集就和你們介紹一下 其實這裡自成一角都很方便 看了那麼久,是不是都很想看看單位呢? 去片! 今次要介紹單位是青進院零四室 單位使用面積435呎 青進院所有戶型都是兩房間 間隔大致上都一樣 這裡就是廚房的位置 業主其實之前都有住過 不過裝修比較簡約 看看你們會不會進來再花花心思去裝修 單位間隔方正實用 全屋都沒什麼走廊位 所以四百多呎空間都很闊 這個就是主人房 在門的後面有個衣櫃位 細房的部分空間都很闊 這個是全屋院唯一一間鎖匙盤 沒有放膠絲,你們想量尺都容易些 看看青衣的視景 如果你們想看外套可以隨時聯絡 我叫Wika 拜拜